警方持續鳴敵 前車就是不停 十分鐘後車終於停下 沒想到 碰一聲郭姓男子 衝撞警車 拒檢過程 還害兩名原警受到輕傷 警方勞失動眾 就是因為二號凌晨兩點多 一身迷彩頭戴全罩安全帽的郭姓男子 鬼鬼祟祟跑到宜蘭成功派出所 在機車前東張西望 不料人一離開 留下一團火 起初以為是電線走火 但沒想到竟然是人為放火 越來摩托車全燒成廢鐵 派出所外的電線也被燒毀 一度造成全洞斷電 郭姓男子的目標全對準警方 49歲的郭姓男子從事保全業 過去有竊道 妨礙公務等前科 今年一月就曾因為煤蛋安全帽 及開車上路 沒吸安全帶 共被警方開罰兩千元 不反省還跑到派出所 泼氣泄憤 五月二十三號在羅東圍廷 又被開單再度心聲不滿 二十九號跑到臺北一處加油站 買了七塊錢的汽油 在二號凌晨到成功派出所縱火 面對提問不發異語 郭姓男子羈押獲准 但身為宜蘭人的他平時不住臺北 大費周章跑到臺北買汽油 但怎麼顧不宜震 終究逃不過法網 在你身為黃國靈青雲 要從我報導